朋友们好,我是老夏 今天晚上发了什么神经啊 又来跟大家聊聊几块钱的吧 争取今天晚上的聊天视频 明天能够买包华子抽抽 今天晚上就不聊修车的事情了 修车的事情以后再跟大家说吧 有些事情 现在有些话不能够说的太多了 言都必试 我还是聊聊自媒体吧 虽然说我做了一年多了 我的粉丝也不多 但是我的评论度非常高 也就是说这点我还是很欣慰 还有一个我从来不要求粉丝或者说网友 广大的朋友给我点赞关注转发收场哈 从来没提这些要求的 包括我开直播也从来不打PK 不去要求这样要求那样 从来不玩这些这个大家是知道的 福西的我是相当于是个福西博主 随遇而安顺其自然 就这么简单 因为我有自己的这个主业 我就是说不修车 我在工地上去搬砖还是可以的 我还干了好多年的这个水店 随时可以上工地去做 这个不影响我干啥 而且就算是我要出去做自媒体 旅游自媒体 这是我的爱好 我喜欢游上玩水的 我也可以带上工具在路上 挣点修理费 挣点油钱还是没问题的 但是这个冬天的话 还是在拉沙挣点钱吧 因为毕竟来说开个饭店亏了那么多 嗯 又聊到修车上去算了 不聊了 还是聊聊 怎么说呢 我对在这个自媒体行业当中 不管是多大的威 也不管这个自媒体博主 那这个自媒体就涵盖的范围 非常大了哈 不单单是旅游的 包括其他各种 韩国业的 做威力狗的 还有一些做这些 技术性专业性的自媒体人 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 包括在广大网友 广大这个粉丝群里面 口碑非常非常好啊 就是说他的评论里面 就是一片赞美 哈一片很夸奖之声的自媒体人 这群他们都不能够 把他的微信和私信公布跟网友看 也就是说这个自媒体人 当然必须要有一点粉丝量的基础哈 那粉丝量少了的话 肯定会私信那些也非常少 嗯 当然啊 给很多很多的 嗯 加入微信的一些网友也好 或者说是没有加微信 一些私信 假如相互之间交流的私信 没有任何人敢公开 包括微信 但是 老下有这个本事敢公开 但是不是现在 嗯 我敢向全网挑战 当然也不是现在 我把话说在这里 我以后的话有可能 很大可能的程度上 我把我手机里面 从做自媒体开始以来 嗯 我所有的跟网友 跟粉丝也好 所有的私信的交流记录 可以公布到网上来 包括有些加入微信的朋友的 微信也可以公布到网上来 不管是女的还是男的 可能有的人认为 嗯 相互之间跟一些陌生的女网友啊 女粉生两个啊 会一些撩骚啊 乱七八糟的事情 但是老下这里 你们放心 我敢于把它公布出来 也可以接受全网的质疑 包括 嗯 对方 啊 就是说跟我私信微信交流的 呃 对方 他也可以质疑我 当然这个东西的话 有些事情还得征求对方的同意 啊 毕竟来说别人私下里跟我 呃 私信 私下里跟我微信 说的某些东西子 嗯 我还得征求他的意见 可不可以公开 哈哈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度非常大的事情 没有任何一个自媒体人敢这样做 因为自媒体人在私下或者说怎么样交流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很隐秘的东西在里面 嗯 不懂得呢我也不去说了 懂得人呢自然就懂 其实每个人心里面都会有阴暗的一面 嗯 嗯 可能跟这个粉丝啊一些网友的私下交流过程当中 有一些很敏感的东西在里面 或者说 嗯 挑 刺 或者说某某某某怎么样怎么样 或者说 搞 整一些很隐私的东西在里面 包括女粉丝也好 男粉丝也好 嗯 关心你的也好 或者说跟你 嗯 互相互怼 互骂的人也好 都有存在这种可能 嗯 但是我真的要尝试一下 我真正的会尝试一下 因为我手机里面全部都在的记录 我没有删个任何一条评论 没有拉黑任何一个人 包括私信 啊 全部都保留有记录的 我都不担心把它公开 嗯 可以尝试一下 嗯 我发现就是一个非常 非常非常有趣的事 任何一个自媒体播主 我估计不敢 因为这当中私下交流的话 可能有些问题怎么说呢 会牵扯到 嗯 广大粉丝群体 嗯 引起到他们的反感 毕竟来说 自媒体播主之间 或者说自媒体人 博主本身心里面 会去骂 有一部分网友 看视频的 或者说是粉丝 骂他们是些 傻逼 脑残 这个是百分之百的啊 说都不用说 我太了解了 嗯 所以 这个问题的话 我想过很久了 真的很想把它全部公开出来 嗯 但是这个真的对方同意的话 还是一个很大的难度 所以 我想好之后 嗯 嗯 会 准备足复的把自己公开 包括我自己 嗯 这四十多年的人生经历 嗯 从我的出生成长 上学也好 后期 踏入社会 学修车也好 干其他行业也好 我都可以 向大家一一的把它说出来 嗯 当然不是现在哈 因为我之前已经出过几期视频 我也说过 因为现在的话 实际不合适 嗯 后期的话 会去把这些事情 全部呈现在网上 嗯 大家等着吃瓜 看热了就行了 不管是你们看哪下的笑话也好 哈哈 哈哈 怎么样 就是说夸我也好 扁我也好 那些都无所谓的 我只是真实的展现 就完了 谈那么多没有多大意义 有好多粉丝的话 觉得老夏这个性格 嗯 好像很随伙 很随意 有点怎么说呢 叫什么有个成语 我想不起来啊 出其不意的 反正今天这样明天那样 到底在干啥都不知道 我不会顺着任何一个人的粉丝的想法走哈 有的粉丝建议我这样那样 我不会 我都把他年纪了 我没必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包括粉丝也好 谁也好 我不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但是我也不可能牵着任何人的鼻子走 我都是我 做我自己就行了 很实在的 你们认为不实在 就是很多东西没有给你们解释 没有给你们说明白 我就是打哈哈打太极 把很多问题给你们轻轻松松的化解了 不像有的人针对针眼对眼的哈 你要针对这个问题要非要说我的话 他就要针对这个问题解释一大篇 我才没那个功夫呢 我就是打个太极 一臂给化工 那就是小事情 那浪费太浪费时间了这个东西 是不是啊 好了 改天又聊吧 今天晚上聊的有点多了 嗯 大家拭目以待 感谢 拜拜